厂离并且运走 并且能够来寻找 依然被埋在下面 这样失联的一些百姓 除此之外呢 现场依然是保留了 有这样子的专业的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 在我们的前方呢 是竖起来 拉起了一条 这样子的一个紧接带 那么除了这样的施工人员 跟救援人员之外呢 其他人呢 都会撤到马路的另外一边来 那么今天下午的时候 接下来呢 陆陆续续会 有一些车辆就撤离 只留下现场救援的 这样一些挖掘机 以及运输车辆 以及一些相关的 这样一些电力保障的 这样一些设施 这个村子的这样一些群众 进行了一个转移跟安置 那么我们也是来得到 像这些祠堂 以及小学 做一个集中的这样一个安置 并且呢 由当地的这个民政室工呢 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也一直会持续到 明天的这个早晨 然后呢 我们也会继续的关注 三百年 如果我们大器的 我们大器的 怎么样 נ STAY 要不па 尖陆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